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七年多以来处理两岸关系 不选择对话 交流 沟通 他表示自己愿意承担起 维系两岸和平的重大责任 黄友宜近期接连在苗栗 桃园 新竹等地 与国民党基层座谈宣示政策 他表示两岸明明都是同门同种 有共同的宗教信仰与文化 本该和平相处 但民进党执政七年多来 却选择不交流 不沟通 如果不小心擦枪走火 台湾将永无宁日 他还称自己会承担起 两岸和平的重责大任 希望大家跟他一起来保卫台海安全 民进党参选人赖清德 日前喊出所谓百万设宅政策 还承诺蔡英文现任前 所谓二十万户设宅一定兑现 侯友宜回应称 赖清德和民进党的许多承诺 都未实现 如今再开空投支票 只为骗选票 再来看蓝白整合的相关消息 首次幕僚会之后 蓝白双方分别再次抛出了 各自版本的整合方案 但目前尚未达成共识 台媒报道称 民众党方面抛出参考国民党2020初选 和参考民进党2020初选的 两种民调方式 要求国民党在这两种民调中 选择一种方法来进行整合 但国民党仍坚持采用 所谓开放式初选 希望可以在双方第二次会议中 讨论达成折中方案 蓝白双方各执己见 隔空喊话 火药未泼弄 未达成有效共识 民众党好像丝毫没有把 折中两个字纳入思考 这真是让我们非常的失望 英执行长他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也真的很辛苦的 但是这个案子 我们认为说它的困难度 超乎我们的想象 此外根据台湾美地岛电子报 公布的追踪民调结果 在三人参选的情况下 赖清德支持率为36.7% 侯友宜为23.7% 柯文哲为21.5% 至于四人占据 赖清德35.5% 侯友宜21.1% 柯文哲17.5% 郭台铭5.8% 分析认为 不论三人或四人占据 赖清德支持度继续往下调 侯友宜稳定小福领先 可文哲 国民党及民意代表 王洪威爆料称 民进党当局在疫情期间 进口快筛试剂的过程 有猫腻 台湾舆论质疑 民进党当局编列巨额预算 到底涂利了谁 国民党及民意代表 王洪威召开记者会 称台卫生福利部门 在疫情期间花费4.7亿新台币 进口快筛试剂 但事后发现其质量不合格 无法有效侦测病毒 台当局担心 进口无效快筛试剂的消息曝光 竟同意在更换快筛后 继续交付为款 王洪威同批 这是明目张胆 浪费纳税人血汗钱 高达500万剂是无效不良的快筛剂 但是我们当时都给它 钱也给它 药证衣威也给它 厂商不愿意退回过款 对此台湾中时新闻网评论认为 卫福部门担心东窗事发 就打算放水 想花钱消灾掩盖疏失 但大貌美的程度 实在令人叹为观止 这不禁令人质疑 中间到底涂利了谁 还有多少黑账没讲清楚 好 进来的时间 我们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18号第19届 祭台经济合作洽谈会 在唐山开幕 本届祭台会由中共中央台办 国务院台办 河北省政府共同主办 有关领导及两岸嘉宾 约350亿人参会 开幕式上 共有9个项目进行签约 总投资额达到64.43亿元人民币 据介绍 本届祭台会是近年来规格最高 人数最多 成果最丰硕的一届 那自从2014年 那国家提出了 经经济协同发展的重大战略 还有雄安新区的千年大际的建设 那开始让台商的关注的焦点 慢慢慢慢转移到河北 也希望台商朋友们 多多关注河北投资唐山 除了开幕式以外 现场还举行了 祭台现代农业对接洽谈会 祭台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对接洽谈会 祭台青年文创作品成果展等多项活动 参会嘉宾还将赴秦皇岛 廊坊 宝定 苍州等地参访考察 17号台北黄皮同乡会返乡捐资助学 30周年活动在武汉黄皮衣中举行 台北黄皮同乡会理事长陈达康 率众湘贤跨越海峡 被62名黄皮衣中优秀学子 颁发奖助学金共计5.2万元 据了解 该奖学金由台北同乡会 第二任理事长于1994年 在黄皮衣中设立 每年坚持向家乡学子发放 至今30年来从未间断 累计发放300余万元 汇集2500多名黄皮学子 在过去四年间 有疫情的关系我们不能来 我们也有做视频的方式来发放 所以我们很高兴 能够看到家乡有很好的建设 我们也很荣幸能够做这个奖学金 彰显了颜黄子孙强烈地寻根意识 故乡情结 彰显了中国人重视教育 重视亲情的优良传统 传承了中华美德 马英九在纽约点名批评美政客 把台湾当战场 台湾人都非常不欢迎 并强调台湾不是乌克兰 马英九在美国还说了什么 要解决当前危机 他又给出了怎样的建议 请关注本期热点投视 马英九点名批美国政客 别把台湾当战场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联案 日前马英九率团赴美交流 他在纽约大学演讲时 建议美国敦促台湾地区执政者 寻求与中国大陆回到九二共识上 避免台海爆发战争 马英九在美国都点名了哪些政客 说了什么 他又为什么一直态度鲜明地反对台独 就这样的话题 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 台北我们邀请到的是 台北大学的教授郑友平先生 北京北京工商大学的教授 于强先生 欢迎二位 大家好 李永好 郑教授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看到马英九在美国访问期间 在纽约大学进行了演讲 那么其中也提到了 美国对于台湾的一些错误的指点 接下来通过短片做一下了解 据台媒报道 马英九日前访问美国 在纽约大学发表演讲时称 部分美国人士 意图把台积电当武器 意图把台湾当战场 并让台湾变成第二个乌克兰 完全没有考虑到台湾人民安危福祉 他严肃指出 一些以谣言代替事实 甚至介入台湾选举的美国国会议员 台湾人都非常不欢迎 美国政府也应对此严正表态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 马英九在纽约进行演讲的时候 是点名了美国的政客的 他认为美国的这名政客 是给台湾当局提出了 非常危险的建议 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 马英九演讲过程当中 提到的这位政客 马英九这次是在纽约大学演讲 纽约大学是马英九 读硕士时期的母校 那么在他的演讲当中 他就点名了一个人 这个人是特朗普当总统时期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叫奥布莱恩的 那么这个人 马英九为什么点名他 是因为这个人卸任之后 2023年的3月份 到台湾去串访 结果到台湾串访的时候 他说要交台湾所有的民众 都要使用AK-47 而且他还特别讲 他说不是一部分人 是所有人都要交他们使用AK-47 说一旦冲突爆发就要每个人都发一把枪 这个话当时在台湾掀起了轩然大波 国民党立法机构的民意代表就讲 说你一个美国人 你凭什么 你有什么资格 让台湾民众去留学 所以这一次 马英九在美国 在纽约大学就讲 说台湾就点了奥布莱恩的名 说台湾非常不欢迎这种人 也非常不欢迎这种不顾两岸情势 不考虑台湾的情势 不考虑两岸关系 想把台湾武器化的这种思维 马英九真是讲出了台湾民众的心声 但是马英九讲出这个话出来之后 你会发现蔡英文民党当局 哇 那个着急 这个新闻报道刚出来 就在当天台湾陆委会 台湾外事部门 立法机构的民进党团 绿色的媒体 一堆人跑出来去骂马英九 然后台湾的外事部门说什么 说什么所谓的什么背离民意 什么深感高度遗憾 又说什么应该面对台湾民意 马英九正是因为面对了台湾民意 马英九讲的 这就是台湾民众的心声 有几个台湾民众愿意 人手一把IK47去流血 所以台湾外事机构 明显是在颠倒黑白 不仅如此 还有绿色的媒体 绿色的媒体自由时报 跑出来说马英九告洋状 这哪是告洋状 马英九说的对 但是你看到绿营媒体气急败坏 但是他们的攻击的言语 大家反而其实正好看出来说 第一个就是民进党 那个跟着美国跑的丑态 另外一个大家也看到说 其实马英九说的一点都没有错 他只不过是说出了普通台湾民众的心声 除此以外我们看到马英九还特别强调了 美国不要把台积电当成武器 那么舆论分析都认为说 自从台积电斥巨资到美国进场之后 就成为了死亡陷阱 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舆论的分析 如何来看待马英九先生 对于美方这种做法的表态 台积电掌握先进制程 全球最先进的芯片约有92% 是由台积电制造的 更重要的是台积电负责 美国高端军事武器的芯片代工生产 而台积电在长期面对 特朗普政府的游说跟压力之下 加上地缘政治的紧张关系 让不少的国际客户不放心 把所有的集体电路生产都放在台积电 这幕后又有蔡英文当局 从旁施压力 所以台积电为了分散制造地点 只好在2020年的5月 宣布在美国亚利桑那州设厂 台积电的创办人张周谋就公开地表示 这是一个错误的政策 美国在这一方面是没有竞争力的 即使给予了390亿的补助 但是干预过多 半导体产业是不会成功的 首先就是成本的上涨 因为许可证法规的适应 人力成本跟物价的上涨 赴美设厂的成本就比在台湾 至少高了四倍 第二点是拜登的芯片法案 它的整个骗局已经逐渐露馅了 到今天芯片法案生效后一年 许多半导体业者还表示 到今天都拿不到美国联邦政府的补助 台积电赴美设厂的 根本不符合经济的效益 能否拿到政府的补助呢 又是相当的不明确 再加上受制于美国技术劳工短缺 以及西方的工会文化的影响 在各方面都是让台积电 变成输家的情况之下 实在台积电很难反悔抽身 只能够在这一个为美国私利 而陷入的死亡陷阱中致死恶果 在美国期间提到两岸关系的时候 马英九特别强调了九二共识 是没有任何替代方案的 而且还提到民进党当局 在两岸关系上是没有任何作为的 马英九这些年来 一直在致力于反台独发展两岸关系 那么在反台独和发展两岸关系上 马英九都做出了哪些努力 蔡英文上台执政之后 这七年两岸关系 因为民进党当局不承认九二共识 受到了很多的影响 那么我想我们也看到了 马英九先生对这件事情 其实非常非常的着急 那么他也在利用他自己的力量 为两岸关系能够往前发展 在做一些自己的事情 那我想这些事情包含几个方面 那一个方面是就最近 马英九拒绝出席 今年台湾双十的活动 因为他说就是蔡英文不断地 在利用双十活动 去搞他的那些台独的把戏 马英九说他不愿意 为这些事情背书 而且他公开地站出来讲说 蔡英文这样做是不对的 我想这件事情也在台湾引起了 大家的讨论和关注 那另外呢 就是在这个十月初的时候呢 满久到新加坡去访问 然后在这个演讲的时候呢 他也就谈到了很多很多的事情 比如说他说对于两岸关系来讲啊 其实他有这么几点心得 一方面是两岸的事情 不能让外国人来插手来解决 另外呢 就是九二共识是两岸和平 唯一正确的解方 同时呢 他还说 他说台独是一条行不通的路 我们看到呢 马英九先生今年啊 其实在多次的多个场合 都表达过类似的观点 那我们也看到说 今年马英九先生 他也做出了一些 就是推动两岸交流的一些 实际的行动 比如说像这个 清明节前后回乡祭祖 比如说在七月份的时候 邀请大陆大学的师生 到台湾去交流访问 而且我们后来也看到说 他后来啊 到欧洲去访问的时候呢 也在欧洲发表演讲的时候 也跟大家来共享 就是这个两岸的 这个交流当中的一些 一些故事啊 他的一些体会 他也告诉这个全世界说 其实对于两岸来说 交流沟通和合作呢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看来马英九先生 是深刻地体会到了 态度的危险和发展两岸 关系的重要性 那么同时呢 我们注意到 马英九先生也提到了 美国国会议员 借助台湾选举 让台湾的民众 非常不欢迎 那么现在岛内的民意 到底是什么 2023年6月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向习近平主席保证 美国不支持台独 这就让有台独金孙之称的 赖清德 受到美方更严重的关切了 英国的金融时报 也多次地撰文警示 赖清德的主张跟论述 甚至于评论 赖清德可能成为 像是陈水扁一样的麻烦制造者 就可见了 美国的依赖论是其来有志的 美国当然希望台湾可以抗中 但是他也不希望台湾出一个 不受控制的领导人 肆意地去刺激挑衅两岸关系 而赖清德 他目前不可控的台独抗中言论 只会为美中之间的竞争关系 造成额外的困扰 难怪赖清德被解读为 是美中关系里的灰犀牛 成为一个已知 却容易被忽略的风险 尤其近日赖清德 在高雄的竞选活动中 他的发言开始辛辣挑衅 赖清德说 与中国大陆签署和平协定 是无法得到真正的和平 他还说 接受九二共识 就等于是放弃台湾主权 像这一类的说法 就让两岸无法对话 更无法解开两岸的僵局 甚至于可能会更恶化两岸的情势 那么尽管赖清德 一再地向美国澄清自己的路线 将会是菜归赖水 并且他承诺 不会宣布台湾独立 没有台独路径图 但是蔡英文所提出的 互不隶属论 就是两国论的翻版 实质上走的 就是一种台独的路线 而赖清德的 务实台独工作者标签 就违背了 美国在台海问题上 不改变现状的核心主轴 美方当然会担心 赖清德上任之后 极可能破坏 中美两大国斗而不破的关系 甚至于有可能踩到大陆的红线 然而美方操纵得了台湾 却操纵不了整个台海局势 当它推升的台海风险 越来越高的时候 如果不审慎处理 美国自己也可能 终将为这种风险付出极大的代价 另据台媒报道 在马英九访美当天 美国在台协会主席 罗森伯格再次率团窜台 并且直接透露 此次为期五天的行程目的是 期待进行促进美台关系的重要对话 面对罗森伯格等人 台当局表现出热烈欢迎 称期待能在美台关系的基础上 与之保持密切的交流合作 稳健深化 拓展美台关系 这也是罗森伯格 自今年三月 接任美国在台协会主席后 第三度窜台 在半年的时间里 美国在台协会主席 罗森伯格三次窜台 那么这一次窜台的目的 到底是什么 我们看到有党内的媒体分析认为说 这是党内几位候选人的一次面试 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种解析 这个窜台的频率 的确非常非常的高 如果你看过去的历史的话 这个美国在台协会的 这个所谓的主席 窜台的这个频率 没有见过这么高的 你看他今年三月份上任 后来四月份的时候 窜访了一次台湾 六月份的时候窜访了一次台湾 这次又去了 那么罗森伯格这次来干什么来了 大家看到说 罗森伯格到了台湾之后 跟蔡英文见了个面 然后他们两个人在讲的时候 谈到了一些什么事情 都说到了一个关于 所谓的什么经贸合作 什么经济合作这样的议题 然后罗森伯格还说到一件事情 说什么他们很重视一个事 是所谓的台湾的 所谓的国际参与的问题 但是在我看来 这种东西其实都是幌子 为什么呢 是因为你要看一看 他具体做了些什么 比如说他跟赖清德见面的时候 赖清德在告洋状 赖清德就说 说现在台湾有疑美论 这个对于所谓的台美关系 有负面影响 必须要高度重视 这话什么意思 这话就是赖清德在抓紧机会 向罗森伯格向美国在表中心 但是罗森伯格这次到台湾来 究竟是想干什么 我想几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美国最近 有点分身乏术 一方面是乌克兰的问题 一方面是巴以的问题 所以罗森伯格等于是到台湾来 等于是把美国最近的一些立场和看法 告诉台湾当局 让台湾当局更好地去配合美国 我想这是一方面 所以他跑去见了蔡英文 但是你会看到罗森伯格接下来 又去跟这三个候选人见了个面 那么这也是 我想一方面是台湾最近整个的选情 比如说蓝白河 大家在讨论 那么罗森伯格也是见这三个人 就是听一听这三个人 对于显情的看法 我们看到也有舆论认为说 是在巴以冲突发生之后 他才开始窜台 那也意味着 他是想利用这次窜台的机会 能够约束一下民进党 能够约束一下 务实的台度工作者赖清德 因为美国始终对赖清德 是抱有疑虑的 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 舆论对于时间点的观察 从过去 美国对台湾领导人选举的影响 跟操作可以看得出来 美国是希望台湾要选出一个 能配合美国利益的领导人 而美国介入大选的阳谋 就是不断地释出台美各个层面的 军事交流与合作的讯息 武装台湾的真相 其实就是美国的一门大生意 它不仅限于庞大的军工复合体的利益网络 也包含了高附加价值的利益网络 可以说是满嘴的价值理念 心里面盘算的却都是利益 2023年的1月 台湾中央研究院做了一个调查显示 有56%的民众根本不相信 美国是一个讲信用的国家 而日前的远见杂志呢 刚发布了一项 2023年两岸和平调查 他们问台湾民众如何看待台美情谊呢 居然有高达67.5%的台湾民众认为 美国只是在利用台湾压制中国大陆 大家都逐渐看得出来 美国嘴巴上高喊要对台湾撑起安全保护伞 实际上他们只是拿台湾当成一枚 随时可以抛弃的旗子 美国一方面呼吁外力不要介入台湾大选 一方面又强调台湾对于美国利益的重要 但是事实上 无论美国口头上的发言对台湾究竟有多友好 最终都是美方为自己的利益在盘算 恐怕对台湾只有百害而无一利 那我们刚才也谈到了 马英九在访美期间特别提到了 美国的一些国会的议员到台湾进行窜访 甚至介入台湾的选举 台湾的民意是非常不欢迎的 所以说现在岛内民意是否可以决定 到底是支持民进党以美谋独 还是回到马英九先生主张的 和平发展两岸关系的正确轨道上来 我觉得这一次马英九先生的发言 是代表了台湾的广大民意的 台湾民意现在看得非常的清楚 就是对抗没有出路 合作才有未来 首先对抗没有出路 我们知道台湾现在 你看台湾的军方 台湾的军方它的原额 它的编制一共是21.5万人 但是按照台湾立法机构的统计 现在只有15.5万人 它就是所谓的这个原额始终不够 而且这个比例一直在下降 而且最近台湾这个防务部门 自己也承认说 说现在出现了大量的 支援役退伍的情况 就是这冰的时间没当完呢 主动提出来说 说我不适应了 我要退伍 这种就是时间不够 然后主动提出来要退伍 是要交赔偿金的 就算是这样 就要交赔偿金 也要提前退伍 你看这个新闻下面 台湾民众是怎么评论这件事情的 台湾民众说 说没有人爱打仗 这不就是台湾最真正的民意吗 另外我们说 合作才有未来 台湾也非常关注 我们正在举行的 第三届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台湾的媒体 在想这样一件事情 它说 当时大陆推出一带一路的时候 民进党跟着美国 各种各样的栽赃抹黑 说这个不好 那个不好 他说你看到今天来想 其实一带一路 给台商是有很多很多的机会的 比如说台商可以通过中欧班列 把自己的产品更好地卖到欧洲去 这打开了一个更大的市场 比如台商在机电设备制造上 是有它的一些优势的 这些都会给台商的发展 带来巨大的机会 但是民党当局 就不断地去阻挠台商 其实最终的结果 是让台商受害 让台湾吃亏 而民党当局跟着美国 却不断地抹黑 栽赃 造谣 反而是让整个台湾 现在兵凶战威 让大家越来越没有安全感 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次 马英九在美国发表的这篇演书 真正的是讲出了台湾民众的心声 正如马英九先生所说 台湾党局需要明白 以美谋独是没有出路的 两岸统一势力是必然 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止这一点 而2024这场选举 对于台湾民众太重要了 希望民众能够擦亮眼睛 用选票下架民进党 好的 非常感谢二位嘉宾 对以上话题给出的解析 谢谢 谢谢 大家再见 谢谢李红 正要说再见 观众朋友再见 好 观众朋友 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好 观众朋友再见